明天其實有兩大重點 應該說四大重點 第一個是名譽金碧箱的製作 然後再來神話級的技能終於推出了 再來全職業的技能調整 還有恢復印章 預告登場 那恢復印章是什麼東西 待會的小編會跟大家講 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明天推出了這個恢復 名譽金幣的這個箱子的製作 其實簡單來說 他就是把這個名譽金幣箱 然後他就會製作名譽金幣箱 然後你製作材料是一萬個名譽金幣 然後他製作出來之後 會變成是你開起來 就變成5000的名譽金幣 也就是說你用一萬換5000 但是他可以存倉 也就是說這個功能是怎麼用的 這個功能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個小號的話 不是阿 你今天如果有很多個分身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功能喔 把所有角色的名譽金幣轉到本尊的身上 那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阿這個一次要扣一半好像真的很虧 其實你要說他虧 好像也是虧 但是如果你的小 那個叫什麼 分身阿都沒有在特別去用名譽金幣的話 照理來說 他應該是沒什麼機會用到名譽金幣 那用這種方式轉移過去 也是一個辦法啦 他是一個算是讓你 讓那些名譽金幣可以有一些實質用途這個方法 那這個是活動阿 他以後就會刪除掉 他不會是一個常態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 就這一波活動喔 趕快去這個參加一下 然後再來 重要的部分 其一阿 其一喔 其一來了喔 對 剛才上面有人提到說分身流嘛 分身流的福音阿 你可以趕快把分身流的這個 這個名譽金幣喔 全部都弄到本尊身上 好那分 弄到本尊身上可以幹嘛呢 待會下面會有 來再來是裝備的一個調整喔 裝備調整這個大家就看看啦 大家就看看 這邊 屠龍劍 他新增了昏迷加10 昏迷命中加10%的這個效果 他原本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原本但是他屠龍就是打龍系怪物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這個傷害 那這一次多加了這個命中加10%的這個 新的效果 然後再來 大地的女神激怒 還有 真 明皇執行劍 這兩招 都有調整喔 他會發動一個破壞聖結界 都會發動這個效果 那他的破壞效果是 機率喔 發動機率是2% 2% 但是這2%其實已經很可怕了 你這個 法師如果打起來的話 應該說如果你對到法師的話 這個破壞聖結界的 這個發動機率喔 他會讓法師變得很 很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可能隨時都會被破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調整 那當然這個是 金武才有的這個功能啦 所以大家就參考參考 然後再來 海陸敗匕首喔 之前小兵有在 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們的LINE群裡面跟大家預告 因為韓版就已經改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跟大家預告說 海陸敗匕首的這個能力要改強了喔 他多了昏迷命中加5%啊 這個對誰有用呢 對暗琪來說可能效果會非常非常顯著喔 因為海陸敗匕首他是屬於單手劍 那他多了這個昏迷命中加5%之後呢 哇那個暗琪的拿起來的話 命中就更好了喔 那當然 如果你是騎士的話 因為騎士必須要拿雙手劍嘛 才能發動這個衝暈嘛 那這個的話就沒有效果了喔 然後再來 守護印章的部分 原本叫守護徽章嘛 那他之後 明天改版之後 他就會調整成叫做 守護印章 那守護印章之外 還會再新增一個印章 叫做 恢復印章 我們後面講 然後再來 終於來到這個新增技能的部分了啦 然後他這邊有寫一下喔 他這邊有寫 活動名譽金幣購買 及技能書 將於後續開放 請多加留意官網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應該標紅字啊 我應該把它標紅字起來 那這個如果你之前有在關注 韓版的資訊呢 你就知道 韓版開這個經濟的出來的時候呢 他連這個是同步 應該是同一天開賣的喔 他是同一天開賣的 所以你可以同時在商店買到一些 新的技能 然後也可以在 特殊的活動裡面 找到NPC 然後去購買這個 新的技能 啊那個要用 雪蒙硬幣購買 很貴很貴 好那台版的話 看來是 又把它分次了啦 好 不知道是不是上次 像上次這個叫做 暗黑騎士喔 上一次暗黑騎士 沒有同步開賣 暗黑沖暈 就被人家罵得要死 好這一次的話 這個為了怕大家 又有覺得這個不公平啊 所以這一次呢 呃 官方是特別去標注了喔 這個是下次才會推出 所以 大家賣個 賣個量嗎 大家別念了 這個是會推出的 只是不是這個禮拜 然後再來 新增技能書 尚未開放 製作魔法 娃娃覺醒碎片喔 這個要 欸 要注意一下 或許 你可能早就已經 娃娃都已經 該有的都有了 那這個 後續再開放了 那我們重點來講 今天的技能好了 來 龍鬥士的部分 巴拉卡斯 覺醒技能巴拉卡斯 這一招呢 調強 他調強了 好 新增效果 弱點曝光傷害提升1.1倍 好 那就是這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中了弱點曝光之後 像我們施放屠宰者嘛 對不對 施放屠宰者的時候 他會隨機是因為 弱點曝光的階級 他會提高 90往上不等的這個傷害 那如果你今天有學這招 覺醒技能的巴拉卡斯的話 他這個弱點曝光的效果 照理來說是各階喔 一階二階三階的傷害都提升了1.1倍 這個蠻厲害的 而且他是屬於一個 主動型的技能 你要自己去施放 你要自己去施放 但是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法師的部分喔 改弱了 改弱了 來 第一個 絕對屏障 他原本的持續時間是12秒 現在改成7秒 這個很可惜 以前 他的冷卻時間喔 是沒有講 是沒有講到冷卻時間多久 但是 照以前來說的話 冷卻時間其實 7秒之後 會應該還是會接著 一段 大概1秒左右的冷卻時間吧 但是至少 他的12秒喔 已經改成7秒 所以之前有人 用絕對屏障去 引火龍的嘛 這個就要小心了 12秒 改成7秒 7秒要當心一次喔 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那如果是拿來打架逃跑的話 逃跑時間也相對來說 呃 變短了 喔 然後再來 新增了一個 強力無所盾行術 那這個的話就是 把這個穿脫啊 爺爺的穿脫 就是 隱形斗篷喔 你把人家挖出來 那挖出來之後呢 對方如果被挖到的話 他會有一段時間 無法移動喔 將附近隱藏對象現行時 新增目標對象 一段時間無法移動 就是 把他挖出來之後呢 就真的是呆若目擊喔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說明 將附近隱藏對象現行時 新增目標對象 一段時間無法移動 就是他原本是這樣啦 原本是可以挖出來 然後他現在挖出來之後 還會讓對方呆若目擊 真的是沒有辦法移動喔 所以不能隨便穿脫了 所以不能隨便穿脫了 那個穿脫 遇到這招真的要小心 然後強力無所遁形術要注意喔 他有捲軸可以買 他是有捲軸可以買的 所以你要穿脫的話 不是只有法師可以解 也不是只有 對 不是只有法師可以去挖你出來 所有人都可以去挖你出來 這個 要去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槍手的話 精神集中 這招我覺得是調整之後呢 他是更實用 因為以前啊 以前我們放這個精神集中 他雖然說提升智力嘛 可是因為有些人 他點的智力其實點的不高 以至於說他提升了智力之後呢 他的實際上的效果並沒有發揮 那有一個槍手最care的部分就是魔法命中 他加了智力之後 某些點數他可以提升魔法命中 那現在改完之後呢 他會直接變成是提升魔法命中 所以這個對槍手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改正 一個調整 然後再來 暗黑騎士的復仇屏障 復仇屏障就是 反擊的啦 這個可學級的技能從70等變成80等 所以變難了 所以變難了 但是我相信這個對玩家來說不是問題 因為這招本來就 不容易取得 所以你真的 70等去用這招 我覺得是蠻浪費的 但是你80等去弄這招 其實也算是一個基本門檻啦 你就算他把它改成什麼 85級 我就覺得也不誇張啦 畢竟這招你有打架的話其實就很好用了 然後再來 新增技能的部分喔 新增部門 我們先講騎士喔 騎士 其實 以前的騎士 在暗胎騎士推出之後 都被暗胎騎士壓著打嘛 因為 你沒有人家的命中 然後人家可以裝單手劍就可以打怪 還有1.5倍的這個傷害 哇 騎士真的只能乾瞪眼 但是明天改版之後 騎士終於可以脫胎換骨了 那有人說是一個職業的重新洗牌啦 那這個大家參考看看 第一個我們先講的前面這兩招 單手劍精通跟雙手劍的精通 這兩招它是屬於這個被動技能 就是你學習之後它就會存在的 然後再來喔 它這邊的效果是 你裝備單手劍的時候 它就適用 它會自動套用這一招 那裝備雙手劍的話就同等這樣子 然後 單手劍精通的話 它是有機率發動物理傷害1.5倍的這個效果 1.5倍傷害 這個就類似這個暗黑騎士的那招 黑暗衝擊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精通雙手劍這一招呢 它裝雙手劍的時候 物理傷害有機率打到3倍喔 所以 假設它如果很容易發動的話 這個發動機率還要再實測才知道 那假設它如果很好發動的話 哇那這個 衝暈之後不要換劍來打人 其實搞不好會更痛喔 因為像現在我們都是打完 把人家衝暈完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單手劍換回來了 把武器換成單手劍 用提高攻速的方式來打 那以後就不用了 以後如果你是裝什麼惡魔王雙手劍啊 玩就直接把他砍到底 因為有機率發動這個3倍的這個傷害 那當然玩法在個人 小編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然後再來反制攻擊 反制攻擊這一招有人把它稱作是一個小反平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等級啊 它是紅技 它是紅技的 而且可以在象牙塔怪物掉落 或者是你用名譽金幣購買 但是它有說喔 活動的時候是名譽金幣購買喔 那這一招是多少呢 應該是100多萬 等一下我們會回去看喔 然後這一招的話它 你放一次喔 它就會消耗100HP跟5MP 但是可以持續64秒 還算蠻久的啦 然後它的效果是 裝備雙手劍重點在這裡喔 裝備雙手劍並在時間之內 有機率進行回避攻擊並進行反擊 這招好像在哪邊看過對不對 就是暗黑騎士的招式 所以這一招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把暗黑騎士的那招 暗黑復仇者 好像是這樣吧 把它複製貼上 大概是這樣子 暗黑騎士有的技能 現在我騎士也有了 上面這邊有1.5倍的傷害 這裡我也可以來反擊了 然後再來 暗黑騎士有補血的技能嘛 我騎士也有了 但是是止計喔 來 這一招 止計喔看一下 它叫做再生 再生其實 再生看起來好像是復活啦 但是小編自己的翻譯是 我自己是翻成復甦啦 因為它的效果說明是這樣 立即回復 依照HP比例 然後來回復這個HP 就是 它什麼時機發動呢 這個還要再測試 但是它的效果就是 你可能打打打打打打打 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它會瞬間 有沒有它這邊有寫 持續時間是瞬間 瞬間 瞬間依照你的HP的最大值 來回復一定比例的這個HP 好那這個的話 有玩暗奇的一定很清楚 那暗奇那招是叫做 極限恢復 台版叫做極限防守 我到現在還是很很不習慣那個名稱 叫暗奇的話叫極限恢復 極限恢復的復仇者就是最高階的 只記的話 極限恢復的復仇者 它可以在某一個時間之內 它就瞬間恢復那個HP 但是恢復之後它會進入一個冷卻時間 好那在這段時間之內呢 如果你的血在一定的這個比例以下的話 它會持續提升你的這個HP 這個藥水的恢復率 這個是暗奇的 那騎士的部分 就是瞬間恢復HP 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雪蒙突襲怪物掉落 注意一下 這個是雪蒙突襲怪物掉落 這兩個這一招 然後再來 很變態的一招來了 沖暈 現在沖暈可以遠距離沖暈的 這個就兩個職業 一個叫做槍手 一個叫做王族 王者之劍跟這個魔法彈衝暈 然後現在有第三個了 第三個職業就是騎士 騎士也可以把劍丟出去暈人 大概想像一下就是這樣 它叫暈眩之劍 然後這個呢 它可以對遠距離的對象造成傷害 並且有機率昏迷 好那這個距離多遠呢 應該是八格內 我記得是八格內 八格內的這個玩家 你可以去沖暈到對方 時間的話跟騎士 跟那個沖暈一樣2到6秒 這個我覺得真的還蠻變態的 學習等級是80級 然後你每一次 每一次放沖暈啊 都要消耗25的MP 所以這個騎士要注意啊 25MP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它會消耗名譽金幣 好這一招算是騎士裡面很變態技能 但是 變態歸變態哦 你看一下它的顏色 它是經濟哦 神話級技能 那 目前來講 台版應該是沒有開放製作 我看一下 對嗎 它這邊 它這邊有寫的 精密購買技能書 將以後續開放 好 反正 對這個目前 開放是開放 但是取得方式 還沒有公告 它這邊是有寫 一望之島掉落啦 但是 這個的話 欸 我再去了解 它到底是小怪會掉還是大怪才會掉 通常是不可能掉小怪的 如果是掉小怪的話太可怕了 好來 再來我們繼續講妖精 好 妖精的部分 第一招啦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每個職業他們都會有一個技能調整 然後新增一個技能 然後再調整一些這個技能 然後再抓一個新的經濟進來 然後妖精的部分呢 新增的是這個 精靈重力 精靈重力簡單來說 它就是加這個負重 加負重 那它現在的負重是加了480 韓版那邊好像當初是加300 一開始是加300 然後後來是有調整過加480 我記得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 你要怎麼取得呢 很簡單 用魔法 用這個名譽金幣 欸不對 去跟那個魔法阿嬤買 但是這招不便宜喔 這招不便宜 60技以上才能學 好那有人說 這招是妖精的廢技阿 那這個大家自己去參考 買這招要多少錢 1100萬左右 1100萬 1100萬金幣左右 好然後再來 重擊之死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可以對比誰的技能呢 這個技能可以對比到槍手的這個 死亡狙擊 這個可以對比到槍手的死亡狙擊 槍手的死亡狙擊 可以讓對方瞬間造成大量的傷害嘛 那重擊之死 一樣的功能 可以造成對 對方這個強烈的傷害 一樣是瞬間嘛 那你要怎麼取得的方式 就是拉斯塔巴德怪物 還有這個活動的名譽金幣阿 他就是可以讓你在活動期間 用名譽金幣購買 那他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消耗100的MP 還有精靈域10顆 所以現在精靈域大部分都拿來放這些高階技能用了齁 然後再來精靈屏障喔 精靈屏障可以對比到誰呢 所有職業只要有反擊的功能都可以對應到 龍鬥士 騎士 上面法師也有 法師也有 然後再來 現在妖精也有了 暗黑騎士也有 所以每個都有 都可以對應到他們的反擊 那這招你看一下齁 他的持續時間是64秒 然後效果是 有機率減少被攻擊的近距離傷害 並且同時反射傷害 這招是不是 是不是 在哪邊看過 你光看這個logo 你就可以想像了 我們往回看一下 好 是不是這條魚 反制攻擊也是這條魚嘛 好 那你繼續看一下你的反擊屏障 也是這條魚 都是這條魚 不是啊 他是一個眼睛啦 只是看起來像魚而已 好 所以現在每個職業都可以來反擊了 那這個遊戲平衡 調整成如此啊 大家真的打架要小心啊 騎士靠近來打他的時候 也要小心啊 但是 呃 這個 至少妖精這樣子打起來齁 如果說你真的學到這招的話 他可以加強你自己的這個攻擊續戰力啊 好 那他這個是必須要從遺忘之島的怪物來打 才有機會獲得 好 然後再來 妖精的經濟 精靈首領 也就是大家之前翻譯的叫做元素大師 元素大師 我覺得比較直觀啊 但是 台版翻譯的名稱是精靈首領 看起來好像是召喚一隻精靈王 不是 他這一招就是讓你可以學習兩個屬性的 譬如說你可能想要火加水 或者是火加地 火加風 或者是地加這個風都可以齁 但是 你只要學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同時擁有兩種屬性的技能 那這個其實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張招 一個招式 但是他畢竟是經濟 所以大家 一樣是 呃 有錢才買得起啊 有錢才買得起 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王族的部分 王族的部分新增一個叫做 控制靈氣 這個是調整嘛 這個應該是調整 他這邊 欸等一下 控制靈氣 對這邊是調整 他這個也是 從魔法商人來的 然後 效果的話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新的啦 這個是新的 一個靈氣可以獲得近距離加3 兩個靈氣的話 可以獲得近距離加3 然後傷害減免加2 這個靈氣是可以累積的 好 然後你要怎麼用呢 他這邊有寫 點擊技能 操控靈氣 可以切換buff 獲得對象 Self 喔不是 可以切換buff獲得的對象 意思就是呢 你可以送給別人 那 可以送給誰呢 可以送給隊友 但不包含自己已經該獲得buff的效果 就是你組隊的人裡面 你自己組隊的人裡面 你都可以去點 這樣子 你都可以去讓他獲得這個靈氣 那他的消耗的東西是什麼 好像沒有寫 沒有寫的 沒有寫出來 然後再來第二招 猶猛武器 這招的話 有一點類似這個什麼 你是魔法武器這種東西啊 持續時間之內近命加5 近距離有攻擊力加5 就是讓你更猛的意思就對了 好 那他可以持續10分鐘 消耗25MP 這招可以說是避雪啊 這招用起來真的很好用喔 阿曼之塔怪物跟雪蒙硬幣購買都可以拿到 然後再來 帝國盔甲 這個 這招就狂啦 這招就狂啦 這個是 可以讓你持續時間之內呢 近距離迴避加10 遠距離迴避加10 近遠迴避都加10 就是讓你 讓這王族的腰啊 更好 更會扭這樣子 你就可以增加很多的迴避率 這個加10差很多喔 那他消耗的是 HP MP個25 那金幣就乘以5啦 一樣要消耗這個喔 畢竟 是高階技能 王族的技能很多都是 消耗這個 名義金幣的 應該說高階的啦 然後再來 喔對 他是80級才能學喔 然後再來 帝國屏障 這招呢 他的說明是 可以對自己 或你的雪蒙成員施放 然後施放之後呢 他持續時間內是無敵的狀態喔 這個可以遠距離 就是 呃 你可以讓對方 譬如說 我們龍鬥士 我們的 這個 暗黑騎士 都有一招技能 可以是無敵的狀態嘛 對不對 那法師也有 法師叫絕對屏障 都有無敵的狀態 但是他們都只能 釋放在自己身上 好 那王族這招 帝國屏障呢 他可以在 這個 對自己 或者是雪蒙成員施放 好 6秒之內無敵 好 所以如果你要衝要幹嘛的話 哇 這個衝出去之後 被人家集火 瞬間放下去 瞬間對方就 呃 你的這個 呃 盟友 或是你的隊員喔 就變得無敵了 這樣子 這招也是很厲害啊 但是就很可怕啦 經濟啊 很可怕的是因為他是經濟啊 然後再來是法師的部分喔 法師的部分新增了這個祝福魔法武器 這個 我記得以前PC版具有 祝福魔法武器 你是魔法武器 神社魔法武器 這好像叫神社魔法武器吧 對不對 好不管啊 持續時間內近距離攻擊 近距離命中 都加2 然後他持續是多久呢 1200秒 1200除以60 20分鐘啊 他用一次可以持續20分鐘 這招可以說是法師必學 那他是白色的喔 所以 就是你直接去找魔法阿嬤就可以買到了 這樣子 然後再來 破壞之境 這一招呢 專門來克制槍手的 那克什麼呢 你看又看到這隻魚了齁 又看到這隻魚了 沒錯 他就是要讓 讓這個 槍手的這個呢 破壞技能呢 破壞技能呢 變成是無效的一個狀況 大家知道 槍手可以破法師的什麼 破聖戒 破 魔瓶 對不對 他什麼都可以破嘛 但是這一招 你放了之後呢 如果槍手 用這個破壞技能攻擊你 好 那他有機率會失敗 如果無效成功的話 將對對方造成傷害 好 他是會反擊的 就是 他會反擊的意思 以前的話 你可能是 就 挨打挨打這樣子而已嘛 頂多對方沒有效 那他也沒有損失 那現在如果 破壞失敗的話呢 無效成功 就是你真的 這個讓他無效的話呢 他就會對方造成傷害 那持續時間可以300秒 所以這個槍手遇到的話 這個 要小心一點 這招如果 槍手如果遇到他 想要破聖戒的話 自己要擔心一下 槍手 好 那他的血跡等級是70 紅色的技能 好 然後再來 救急光列術的進階版 古代 他其實是古代啟示的那種意思 救急光列術 插起來會更痛 這個插一下好像快到2000去了 這個 很可怕 然後他的效果是 增加救急光列術的傷害 並且有機率造成對方一段時間 無法使用指定傳送 就是插到之後呢 你可能會不能瞬移 那可能就被打到死了 這個很可怕 法師的子記 80級彩虹學 奧蠻之塔怪物掉落 然後再來是很多玩家勒 期待的一個經濟啊 就是召喚守護者 那這個召喚守護者 最近如果有玩天堂 有看天堂R的 大概 大概都有想像一下 但是這個召喚守護者 跟天堂R是不一樣的 他這邊的話是經濟 那你召喚出的怪物呢 有一個 一隻熊 我忘記那個名稱叫什麼 一隻熊 然後巨大鱷魚 跟 跟這個 魔狼 最高的就是 不對 黑豹 最高出來的就是黑豹 那這個 怪物 他其實還不弱 這隻怪物其實不弱 但是 他打人 比較還好一點 他如果是 譬如說你在打架的時候 高手跟高手之間打架 對撞的時候 他的傷害 沒有很好 沒有很高 但是在打怪的方面 恩 其實還蠻強的 目前 目前我們在韓 韓版看這個 韓國他們玩家的影片 這個在打怪上其實還蠻強的 第一名 八十九級 第一個八十九級的法師 他就是 用著這隻魔狼 然後在這個 阿曼之塔上面 打怪 衝衝衝衝一直衝等 然後就衝到八十九級去 然後他這個 每一隻這個 召喚守護者的持續時間 是三千六百秒 就是一個小時 那 他會召喚出來 在你一段時間 保護自己 當然 這個是說明 那一次召喚呢 消耗一千 HP跟NP 魔法寶石十顆 好 那這個是法師的部分 好 來 再來第三個 黑妖 黑妖 我一直覺得黑妖 是一個被 被邊緣化的角色阿 就是每次的大改版 好像都沒有他的一個 一個訊息喔 你看這一次 這個上面也沒有他的精技能喔 或許是黑妖 真的已經做得蠻 怎麼講 蠻平衡的 不需要這個 不然黑妖真的 每次都被人家 邊緣化的那種感覺 來 第一個呢 他新增的是迴避組合 迴避組合 迴避組合就是把力量跟敏捷 都加三 這個是 呃 他有 有叫迴避嗎 對啦 也可以說是迴避啦 敏捷加遠回 那個力量加近回 這是迴避的組合 他一次可以這樣子 而且他 他是那個喔 白色的技能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 魔法阿嬤學 很划算啊 這招我覺得是必學 好 那你加敏捷的話 同時可以增加防禦力嘛 增加防禦力 增加 遠回 再增加你的 有的不的啦 然後再來 劍之護照 哇這個翻譯成這個 有點 有點難懂 劍之護照 黑妖怎麼會拿劍喔 他可以在持續時間內 有機率減少受到的傷害 可以類似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劍刺盔甲是不是 減少受到的傷害 但是喔 他不會反擊 他只 他頂多只是把傷害吃掉而已 他不會反擊 然後 他消耗 15MP 跟 黑魔石五顆 持續時間10分鐘 然後再來 死亡訊號 死神訊號 死神訊號 尚未有機率 尚未有怪物掉落 那這可能要用製作的喔 這個的話 他可以有機率造成一段時間視野降低 移動速度減少 然後無法使用 這個指定傳送喔 你就可以把他想像成 命中這一招之後呢 他就等於是 欸 即將看到死神了 因為他的視野 他沒有 他沒有辦法看到東西嘛 視野降低 移動速度降低 然後還不能瞬移喔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中這一招的話 想飛也飛不掉 很可怕 而且他持續4到8秒喔 這個 對 而且他是 子計而已喔 他不是金計喔 他是子計而已 所以黑妖學到這招的話 應該蠻可怕 好 那不知道什麼怪物會掉 台版的話這邊還沒有公告 好 然後再來換下一個職業就是 槍手啦 槍手調整的部分 我覺得還普普通通啦 好 模擬提升 這個我測試起來 他應該是 他是加MP的最大值 大概是加60左右 好 然後這個魔法阿嬤就可以買了 然後再來 雙重射擊 這個 船裝子彈 就是從 就是裝彈啦 裝彈的意思 好 他可以提升 雙重射擊的傷害 然後 有點類似三重提升 好 這招對應起來就是妖精的三重提升 所以你看喔 槍手跟妖精都在互相傷害 好 妖精 為了剋槍手 以前多了鷹眼 然後妖精多了一個尖手 好 那現在 又多了一個 欸 上面有這個叫什麼名稱 劍羽嗎 我忘記那個名稱 這個 重擊之死 好 然後來對應 對應到槍手的 這個狙擊 死亡狙擊 然後再來 槍手又新增了這些招 雙重射擊 來對應到 妖精的雙重提升 欸 三重提升 所以這個 這兩隻角色都互相傷害啊 好 他的效果就是增加 雙重射擊的傷害 然後依照角色的等級越高 提升雙 的那個傷害越高 好這樣子 那他怎麼來呢 龍之谷怪物會掉落 龍之谷怪物會掉落 啊 這個工作是很多啊 然後 活動名義幣也可以買 這個都限時的喔 限時買的 然後再來 破壞的屏障呢 好 這招就屌了 這招呢 我們上面講到有些職業 譬如說 騎士 暗騎 然後法師 跟這個 妖精 他們都 妖精沒 他們都有這個 所謂的反擊技能 來 這招就專門在克制這些的 他說解除 這招技能喔 解除屏障系列的技能 並造成目標一段時間 無法施展屏障系列的技能 那 試用這個 騎士呢 試用的職業 呃 可以用於騎士的反制攻擊 新技能 還有反擊屏障 妖精的精英屏障 還有騎士的復仇屏障 所以 這個 想要無敵的啊 遇到槍手 有可能 又被扒掉了 衝出去 結果槍手一發 蹦 你就倒在地上了 這個 有點可怕 這個技能 所有技能都是這樣子 現在目前 天堂M 的 這個技能設計都是 我今天出了一招 讓你變得很強 改天我會出另外一招 來平衡你 不是讓你變弱 但是我平衡你 這樣子大家就不會心裡不平衡 玩家就不會覺得 哎呀 我玩這個技能 結果你又把我改得這麼弱 我又變弱勢了 這樣子 不會不會 時間早晚會把它平衡掉的 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龍鬥士 龍鬥士的話 調整的算是最少的一個部分 好 暗奇不用講 暗奇因為他已經是最新角色 他是稍微調整一點 這個我們當然會再講 龍鬥士的話 有一個叫龍之鎧甲 這個的話 呃 他是 持續時間之內被攻擊的時候 造成一段時間 降低對方 造成目標一段時間降低AC 還有減傷 好 那這個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招好像在哪裡看過 龍之鎧甲 這招好像在哪裡看過 對不對 有沒有想到 就是暗黑騎士啊 這招其實對到的是 暗黑騎士的 衝暈 跟他的衝暈復仇者 暗黑騎士的衝暈 在一般的這個設定 一般的這技能裡面 他可以降減傷 好 那如果是復仇者的話 他還會在降AC 就是在降防禦 好 這個是對 直接對那招啦 然後他的這個 龍鬥士啊 他是紅技能 這招龍之鎧甲 是紅技能 好 那取得方式是火龍窟的怪物 還有名義金幣 這個大家自己看啦 持續時間 十分鐘 哇還蠻長的 然後再來 龍之鎧 這個是新技能 然後再來這個 他的效果是解除除了昏迷狀態以外 昏迷跟精準啊 以外的效果 所以 你包括 任何人對他放的這個 debuff效果 緩速也好 然後 中毒也好 然後 槍手的任何這個 牽制技能也好 他都可以瞬間解掉 就是用他的龍之力把這些 所有buff 除了昏迷 昏迷不可能解嗎 因為你已經昏了嘛 所以你當然不可能解 但是他精準目標也可以 也是不能解的其中一個 一個設定的 所以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那他持續時間呢 600秒 還蠻長的 可惜啊 龍鬥士現在比較 不受大家寵愛啊 所以龍鬥士這些技能可能 看的人比較多啦 但是實際上拿來用的就比較少啦 然後再來暗黑騎士 黑暗 這個暗黑之劍 就是可以遠距離放劍氣的那一招 他原本有 就普通的技能嘛 那他現在多了復仇者 復仇者呢 是你在砍的時候啊 原本是你可以砍劍氣而已嘛 對方造成物理傷害 物理攻擊一半的傷害嘛 那這個呢 你學到復仇者之後 他會用一段時間造成目標無法移動 就是你會越走越卡 那簡單來說就是牽制對方的移動 就是牽制對方的移動 這樣很好理解吧 那暗黑騎士唯一的新增的 就是這一招啦 好 然後再來 其他的調整啊 這邊我們看一下啊 魔法寶石自動購買數量 調整最多啊 可以到9990 好 然後組隊副本呢 難易度 會有不同的這個顏色標示 這個參考就好 因為通常大家都選一般 那會選地獄跟困難的 其實你也知道你在點什麼 所以這個大家參考參考 然後再來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很重要的重點 好 裝備介面的變更 台版現在把一些 韓版兩週年的資訊 把它拉進來 好 拉進來之後呢 慢慢的改版 慢慢的改版 那這個改版是怎樣 原本 來我們切回去現在的 我們把畫面切回到現在的 來 我們把現在的點出來 原本是這樣子 飾品是這樣 你的符文在這裡 對不對 這邊你可能裝力量符文什麼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裝這個徽章嘛 那明天改版之後呢 這兩個會被獨立拉出去 這兩個被拉出去 拉出去之後呢 你看到畫面上 拉出去 第一第二頁 基本上這個是第二頁嘛 我剛說兩個徽章被拉出去 拉出去到第三頁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有 一二三總共有四頁喔 第四頁是這個娃娃的部分 娃娃就是你那個什麼設定 對 就基本設定那個部分 然後你看 新增起來這邊有一些東西了齁 這邊 這兩個項目 其實就是放的是 徽章 對 現在守護徽章其實就會放這一個 然後現在的這個符文呢 會放到這一個 那如果說你去買一些課金包 裡面有這個潘朵拉的什麼遺物袋啊 遺物袋以後放這一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重點來了 符文跟遺物袋以後是可以 同時存在的 目前來講 現在嘛 今天你還是必須放在同一個 以後是可以放兩格 好然後這邊來 這兩個都是符文嘛 都是這個守護徽章 不是不是符文 守護徽章嘛 那為什麼要新增兩格呢 好 你想像的是什麼 對你現在想的是什麼 是不是有什麼新符文 對 大家可能 官方沒有公告嘛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想像嘛 對沒錯就是增加一個新符文 好那這個符文呢 原本這邊如果我們是放的是這個 守護徽章 守護符文的話 這邊的話有一個新的符文 叫做 恢復印章啦 以後會改名字 好這個的話叫守護印章 新的叫做恢復印章 好所以以後會有兩個東西要衝喔 就是多一個飾品的意思 多一個飾品的意思 多一個飾品的意思 然後這樣還沒完喔 右上角這一格呢 是一個問號 是一個問號 這個是什麼東西 小編也不知道 韓版也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但是 八九不離十的是 大概又是要課金的東西 這個大概又是要課金的東西 所以 有人說天堂M是無底洞 但是本來就是無底洞啊 你不可能 無底洞是一個說 一個說法啦 好那 我們換個角度想 遊戲不更新 你玩家怎麼會繼續玩 對 你要不要課金是自己的決定嗎 但是遊戲必須要更新 要推出新的東西 玩家才會感覺到新鮮啦 對不對 所以 課金是一回事 你有能力的話你就去課 那沒有能力的話 那當然放著就好了 他問號你就當他是空氣嘛 對不對 你就不要去課就好了 反正 這個天堂M的世界是這樣 你無課玩家想要打敗課長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無課玩家就慢慢玩 那有課玩家就自己 組隊看著辦 這樣子 反正技能都是一季課一季啦 那大家就自己看著辦 那頂尖的課長呢 那他們就是頂尖的世界 你就很難去跟他們 這個 較量啦 畢竟 所以 你要一個花錢的 來跟你一個沒花錢的 還打得起來 在天堂M裡面是不容易做到啦 但是天堂R可能就可以 可能就有這個機會啦 好 這個以上是今天的這個改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東西在韓服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先從技能的部分來講 技能的部分 我們剛才有講到每一個職業都有新增技能嘛 那可以跟魔法阿嬤買嘛 來我看一下 好你們可以看到畫面 這個是韓版魔法阿嬤的這個畫面 在左邊 列表最下面這一招 就是 新的技能 那每一個職業其實他的售價都是一樣的 那你現在看到一千 一千一百 啊 這個是十萬百萬千萬 一萬 欸 十萬百萬千萬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三十萬 一千一百三十萬 我突然腦筋秀斗了 一千一百三十萬 這個是韓睡價十三趴 之後變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一千萬左右啦 那每一個職業的技能都是這樣子 所以剛才有人說阿 妖精的這個技能阿 它可以增加負重 這個三百要改了喔 要改了 這個是 四百八 四百八 那這個有人就說妖精這招是廢技阿 但是槍手的話我覺得很划算阿 那其他職業的話雙手見精通 單手見精通 然後包括什麼職業 各職業的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買 但是 你就自己有預算的話你就買吧 那如果存不到的話就慢慢存了 那個 對 加減賺加減賺 沒有包月現在很難賺我知道 但是就加減賺了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好 然後 再來 剛才有提到有一些技能它是 活動雪盟硬幣才可以購買的這個技能 好 價錢在這裡 好 那韓版的話其實是同時開放的啦 好 售價 每一個職業它都會有對應的這個技能放在這邊 好 那價格都是一百八十萬名譽幣 好 一百八十萬名譽幣喔 這個一百八十萬要怎麼弄到 欸 基本上你沒有用雪盟捐獻可能 可能有點難度啦 好 最好獲得的方式是什麼 第一個雪盟捐獻 每天把它捐到滿 好 當然是你要課金的那種捐賺的才會是比較好的 捐雪盟 雪盟的這個 欸 捐獻 然後再來第二個 去打這個 欸 組隊副本 不是組隊副本 就是 你們雪盟副本啊 雪盟副本 雪盟副本裡面開出來的什麼 什麼代值啊 看你的等級啊 一些代值啊 一些飾品箱裡面 就可以去拿到很大量很大量的這個名譽幣 那一場下來可能都會好幾萬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城堡 好去城堡 城堡裡面拿 你如果你有城的話你每天都可以花 花這個金幣去買一大堆的三色幣 你都可以去買 好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其實都蠻大量的喔 然後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是什麼呢 欸 欸 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主隊副本 欸 雪盟副本 城堡 突然還有什麼 欸欸欸欸 突然想不到啊 喔那個啦 崩壞之島 崩壞之島其實也是拿 拿那個 硬幣蠻快的一個方式喔 你就 不管你是闖到最後一關也好 或者是 在這個 前面 死在前面喔 死在沙灘上 在前兩個關卡也好 反正裡面有一大堆的硬幣啊 崩壞之島上面也可以拿到很多 啊你記得打到滿 好然後再來每天的任務 一定要解 然後 你的日常任務也一定要解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你要大量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的 城堡 雪盟 還有課金 好大概就這三種方式 好 然後再來 這個我們講完了 再來我們講 印章的部分喔 印章來 這個紫色的就是 以後會推出的叫做 恢復印章 好 那他的能力喔 是這樣子 我這邊有寫 恢復能力功能主要以增加 藥水恢復率 和恢復量為主 那一開始的話呢 他是 加2%再加2 恢復印章啊 他是加2%再加2 然後 每強化一階 持續以 加2%加2的規律去提升 所以他是 加2%加2 加4%加4 加6% 加6 加6 加10%加10 好 依此類推 然後 從第三階 就是你強化到第三階 開始 會持續 欸欸欸欸欸欸 來 這個是誰 誰是他媽的 好我們又飛到附近了 等一下 又有人來偷打我了 好然後來 從加3%開始會額外增加減傷 減少藥水的這個冷卻時間 還要減傷 好 你可以看一下喔 加藥水的冷卻時間 這個是什麼 什麼耳 什麼耳環的效果 就是藍耳 那減傷是什麼耳環的效果 就是紅耳 所以這個印章呢 他可以說是 藍紅耳的綜合體 好那 如果說你真的要打架 其實他很實用喔 這個真的很實用 好 那這個 如果你要打架 還是練功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都應該要放一顆在身上 你不要想說 他是可能要課金才弄得到 來 再來 這個下面這個畫面喔 是小編自己 欸 其實 我記得韓版那時候是有送啦 他那時候是有送吧 好 然後 我就去試衝了一下 他的機率其實 跟目前的守護會章是一樣的 衝裝機率 衝裝機率跟目前的守護會章是一樣 好那我自己去衝喔 我本來衝 欸 一二都很輕鬆過啦 然後點到加三之後 哇 一路到加三 可是我不敢點加四了 因為 加三到加四 衝攻機率有35% 啊我只有一顆啊 好 只有一顆 不大敢再點下去啊 好那這個 如果之後台版出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 斟酌一下 這個很 很爽欸 你看這個能力 喔 加三到加四 如果加四的話 藥水恢復就是加十加十嘛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個加一趴 加一趴是 藥水冷卻時間欸 喔 這個 一趴要從哪裡取得啊 文樣吧 對不對 好要從文樣去拿 這個 不簡單啊 所以這個 這個印章喔 我覺得應該又是 對 閉裝啊 每個人又要 客著衝了 衝著客啦 衝著客啦 然後它的價錢 這邊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三千塊 這個是禮包 這個是禮包 裡面 那時候是韓版啊 現在台版沒有推出這個東西 韓版有推出喔 它那時候推出的時候 因為順應著這個 兩週年的活動嘛 它就推出了這一包 五十五顆 這個也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想要便宜的時候買的話 你這時候再買 五十五個這個 藍色的 欸這個叫什麼 恢復印章賣你三千賺 單一個的話 好像也是跟現在的會章是一樣的 所以 如果你要衝的話呢 你可以等到時候再去買那個 大禮包 我覺得會比較划算 不是我覺得啦 是 確實是比較划算的 那這個到時候大家來看看